汉光武帝刘秀的雄才大律 司马光视而不见 却偏偏对他提拔小人物大叔特殊 司马光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进行关注江鹏品卒资质通鉴之 司马光的另类史迹 公元1071年 在北宗洛阳一处极其简陋的居所里 一位年余50岁的老人 不顾夏天的闷热 在夜以继日的屏竹著书 生病时也不休息 这幅书历史19年终于得以完成 这位老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为此付出了毕生经历 成熟不到两年 他便积劳而逝 而他前行编著的就是流传后世 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 编年提示书资质通鉴 那么浩尽司马光 毕生心血的资质通鉴 到底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呢 同样是寄出历史 为什么只有资质通鉴 可以和实际相媲美 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 走进百家讲坛 引领我们走进资质通鉴的世界 发现这部千年以前的 经典著作的现实意义 为您品读资质通鉴 进行关注第一集 司马光的另类史记 传统中国这个史学的发达 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在我们传统上 一共留下过多少史学典籍 几万种 十几万种 还是几十万种 恐怕没有一个学者 能给你讲清楚 但是在这么多的史记当中 最最重要的也无非就是两种 史记和自自通鉴 但是我个人认为 资质通鉴的影响力 应该远远超过史记 为什么 因为史记它的影响力 可能还是只局限在史学领域之内 而资质通鉴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史学领域 何以见得 有一位大学者叫梁启超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 他说你写一部书 如果想要写的成功 必须首先考虑什么问题 首先你要考虑你这个书是写给谁看的 根据这一点 你再去设计 应该如何选材 应该如何编撰 那么 这个就能够保证你这个书成功一半了 这个成功的典范 梁启超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 它从一开始所设计的这个读者群 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那这个书他是写给谁看的呢 那梁启超他是这么说的 例如资质通鉴 其著书本意 专以供帝王之读 不凡帝王应有之使的智识无不备 非彼所需 则从丙缺 此臣绝好之皇帝教科书 而以士大夫之怀才 结宗已是其上者 所以必读也 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个评价 是非常到位的 资质通鉴 是由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当然也是大学者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叫领衔主编 这个人是谁呢 司马光 资质通鉴 他从一开始编写的时候 就已经针对 说我这个书一定是要写给皇帝看的 所以他在整个选材的过程当中 他在编写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紧紧的围绕着一个皇帝 你应该具备哪些最重要的素质 从这个角度去写这个书 那么当然里面也有很多 关乎国家大征方征的内容 这是资质通鉴的核心内容 那么谈到皇帝的素质 这个资质通鉴 他是如何来谈一个皇帝 应该具备哪些素质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小字来说明一下 三国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刘备 大家都很熟悉对吧 资质通鉴在介绍刘备的时候 有这么一句非常典型的话 叫做 有大智 少语言 喜怒不心于色 说刘备这个人啊 志向远大 但是平时话不多 喜怒哀乐呢 也不表现在脸上 说明什么 这个人非常有臣服 这句话 点出来 刘备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有两大优点 第一个 志向很远大 第二个 性格非常沉稳 臣服很深 这是资质通鉴介绍刘备留给我们的印象 那么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当然司马光不是随便讲这个话 他是有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是记载三国历史最最权威的著作 三国志 但是我们要把三国志里面关于刘备的介绍读完了 再来比较一下资质通鉴 你会发现 这当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把三国志翻出来 你看看三国志里面是怎么讲刘备的 三国志里面说 先主不胜热读书 喜狗马 音乐 美衣服 少语言 善下人 喜怒 不形于色 这么一对比 我们就发现 资质通鉴介绍刘备 其实是取了三国志的后半句 少语言 喜怒不形于色 再加上有大志 这么一点 而三国志里面所展现的刘备 另一面呢 这个不胜热读书 喜狗马 音乐 美衣服 不喜欢读书 喜欢声色 全马 被司马光给删掉了 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我们说历史上有很多成功人物 这些历史人物 肯定有很多藏人所不及的优点 那么当然同时也会有一些 瑕疵 有一些缺点 难免 刘备这样一个人物 他具备一种超乎藏人的个人能力 所以呢 这个人他不喜欢读书啊 这个喜欢声色全马 最后还能够取得一定非常可观的成绩 但是司马光他讲这个资质通鉴 不是为了单纯的讲这个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他是为了把刘备这个人物塑造成为一个典型 让后来的帝王来看 那你呢后来的帝王学刘备什么 学他不读书 学他喜欢声色全马 很多年纪新的帝王他继承了父祖的这个事业 但是呢 不知道创业的艰苦 你要说斗鸡遛狗 要求追求这个奢华艳丽 不用教 天生就会 所缺乏的正是胸有大志性格沉稳 这一类对于帝王来说更加重要的数字 所以你看司马光这个选择 就明显的体现出资质通鉴这部书 他作为帝王教科书的一个特点 刘备这个人值得后世帝王 借鉴的是什么 就是胸有大志 就是他这个性格沉稳 而不是不喜欢读书 喜欢声色全马 该删的该删掉该留的留下来 当然这个关于刘备的介绍 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资质通鉴的话 里面这个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 更加深刻的 因为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读者群 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目的 所以资质通鉴他在写历史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题材都有资格进入这部书 他对于历史的选择 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 叫做 专取观国家兴衰 弃声明修弃 善可违法 恶可违戒者 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白话文翻一翻 就是说资质通鉴里面的历史内容 是只关乎那些国家兴衰成败的大政方针 或者是关乎到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那些大事情 其中有可以供后世借鉴的善政 也有可以警示后人的恶政 这是 自治通鉴最重要的主题 跟这些没有关系的 或者关系不大的 一般来讲 司马光就会把它给删除掉 摒弃出这个 自治通鉴的选材内容 自治通鉴记载了 从春秋战国之际 一直到宋代建立以前 大概1400年左右的历史 在这幅历史长卷当中 所有出现过的帝王 或者其他重要的政治人物 或者一些重要的王朝 和重要的割据势力 他们的兴衰成败 都一一的展现出来 自治通鉴当中一共记载过多少皇帝呢 我们粗摸的估算一下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 一直到这个宋代建立之前 各个王朝正式的皇帝 再加上重要割据政权的政治领袖 加在一起 我大概粗粗的算了一下 大概是250个左右 这些政治领袖 或者说这些帝王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些简单的分类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两分法 你把所有的帝王和政治领袖 分成两类 首先第一类 我们可以称之为开国型的君主 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建一个王朝 这样的君主 这样的皇帝 开国型的皇帝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 是通过血缘关系 来继承皇位 做到皇帝的这样的一种人 我们可以称之为继承型帝王 那么在这两个基本类型下面 我们还可以再细分 比如说 在这个开国型的皇帝当中 我们还可以再对他进行细化的分类 这个皇帝通过战争 或者其他的手段 把一个王朝建立起来了 那王朝建立之后 他必然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 你这个开国君主 必须要慢慢的转向 智力型的君主 你要开始建设国家 建设社会 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期 这跟之前 这个战争年代 在创建王朝过程当中 你要所具备的能力 跟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 既有转型成功的帝王 也有转型失败的帝王 对于这样不同类型的皇帝 资质通鉴当中 都会予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 进行竖评 进行解析 资质通鉴记载了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刘秀 可是去选了一个很小的事情 大书特殊 司马光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请继续关注江鹏品读资质通鉴 同样是史书 同样是技术历史 因为目的不同 因此所选择的角度也就会不同 资质通鉴可以说 给我们写了一个另类的历史 比如东汉的开古皇帝刘秀 应该也称得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有违帝王 可是对于他的技术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中 却选择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情 大书特殊 大家赞扬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 转型成功的皇帝 我们可以以东汉的第一个皇帝 光武帝刘秀为例 自治通鉴是从第三十八卷开始 记载刘秀的事迹的 从这个时段开始 刘秀开始召集兵马 反对当时称帝的王莽 开始了他的创业过程 那么在这个期间 刘秀可圈可点的表现有很多 最快智人口的 大概应该算是昆阳大战 这场战役当中 刘秀以八千非正规军 击败了王莽派来围剿他的十万大军 十万冠军 这场战役是我们中国战争史上 非常著名的 以少甚多的案例 在整个消灭王莽 平定割据 建立东汉的过程当中 刘秀的谋略 用人以及他个人品德方面 有很多值得称述的方面 有很多值得称述的话题 那么如果你要写一部 比较普通的刘秀传记 很多人肯定就是要突出 他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事迹 跟历史经验 但是资质通鉴对于刘秀的关注 恰恰不在这里 那么资质通鉴 对于刘秀的关注在哪里呢 刘秀 是这个公元25年开始称帝的 公元25年的夏天 到这一年秋天 刘秀就寻访到一个名字 叫做捉帽的长者 这个人刘秀早到他的时候 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早年呢 曾经做过像县令这样一个 级别不是很高的官员 做过几任官 但是级别不高 但是这个人他有一个大优点 什么优点 为人非常的朴实 忠厚 对人也非常的宽厚仁爱 做事情从来不跟人争强 嘴巴里面呢 从来也都没有恶言恶语 从来不伤害人 他每到一个地方做地方官 就用这套行为方式来感化当地的百姓 古人有云 以诚感人者 仁义诚而应 你非常诚恳的去对待他 那么对方也会被你的诚心 所感动所感化 所以凡是桌帽做地方官的这个地方 一般都是社会风气 社会风化比较好的 那么刘秀找到桌帽之后 就因为这个人有这样一个 宗厚长者的这样一种形象 马上提拔他做太傅 并且封他为包德侯 太傅这个官衔 在当时的官僚体系当中 他是属于一种最高的荣誉头衔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桌帽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 很有品格的人 这个我们应该承认 但是要讲到历史影响力的话 我们只能说桌帽他并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 不是一个曾经发挥过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人物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说过桌帽他做过几任官 但是呢只是限于向县令这个级别的低级官员 他的影响力能够波及到哪里呢 能够波及到那些跟他直接有接触的 对他熟悉的人 这个间接的影响力可以散阔到 他管理过的这个地区这个地方 所以无论他的这个品格如何高尚 治理地方的成绩如何优秀 跟刘秀整个消灭往往建立东汉 这么大的历史局面比起来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 是一个小事件 比他重要的人多的是 比他重要的事情也多的是 但是刘秀你看 一直到有周茂这个人之后 马上去寻访他 马上提拔他 这个固然告诉我们 刘秀这个人是非常重视道德教化的 但是我们如果看待刘秀的一生 对于一般的一个历史爱好者 一般的一个读者 你不会把这件事情 作为刘秀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来突出 但是 司马光他显然不是一个一般人 司马光不仅认为 这是刘秀一生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 而且他把这件事情啊 拔高到一个和东汉整个长治九安 相联系的这么一个高度 关于 刘秀提拔作茂 司马光在知智通鉴当中有这么一段评论 他说 光无既位之初 群雄尽足四海鼎沸 比吹奸献敌之人 权略诡辩之事 方建重于事 而独能取忠厚之臣 请经寻粮之力 拔于草来之中 置诸群工之手 以其光复旧物 享作久长 盖由之所先物 而得其本源故也 成如司马光所说 刘秀刚刚称帝的时候 天下还不太平 国家也还没有统一 还有很多对皇位 虎视眈眈的割据实力存在 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下面 哪些人比较吃香啊 哪些人才比较吃香 显然是那种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 或者懂得权变激略的谋士 作茂他既不是勇士 也不是谋士 在残酷的战争当中 作茂的忠厚 他是没有价值的 或者说是体现不住价值的 但是战争总是要结束的 国家总是要转向和平建设 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点 就能够认识到作茂的价值 作茂他最擅长的是什么 最擅长的就是用一个温和的方式 把老百姓给管理好 所以在战争还如火如荼的年代 刘秀就开始去积极寻访这些忠厚长者 找到了作茂这个人 提拔他 把他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这是刘秀 为向这个国家 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 而未雨绸缪 这是刘秀的眼光 但是一般人 不会把刘秀做过的这件事情 看作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把这个事情 拔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跟东汉的长治九安联系在一起 这是司马光的眼光 司马光通过刘秀这件事情 就是要告诉后来的帝王 你作为一个想要成功治理国家的皇帝来说 什么样的素质最重要 重视这样的寻良之力 重视这样的忠厚长者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开国皇帝 你如果要成功转型成一个治理国家的皇帝 那么这个素质它是必备的 你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一种价值 请大家注意 从刘秀出现在资质通鉴之中以来 对于提拔作茂这件事情 司马光对这件事情的评论 他是第一次对刘秀的行为 做了一个正面的评论 在此之前 刘秀整个消灭王莽建立东汉的过程 自治通鉴当然也是翔略有度的记载了 期间可以说是名将素食被大小败于战 这些在一个普通读者眼里 都是属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但是对于这些历史事件 司马光全都不占一词等闲看过 没有发过一句话的评论 把他对刘秀的第一个评论放在他提拔作茂这件事情上 可想而知司马光对这件事情有多重视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梁武帝一个被活活饿死的皇帝 可是司马光竟然说 他不得善终是旧游自取 司马光为什么会这么不客气 甚至有些刻薄呢 经继续关注江鹏品毒资质通鉴 我们从司马光对汉光武帝刘秀的记彩中 可以看到一些司马光的观点 对于一个成功的帝王 他关注的不是他的分工位纪 更多的是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那么面对一个失败的历史 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创立者梁武帝 这个最后被活活饿死的皇帝 司马光不仅没有给予一丝的同情 反倒说他不得善终是旧游自取 司马光为什么会这么说 对于自己的观点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梁武帝的前半生 可以说是非常精彩非常成功的 壮年时代的梁武帝 有魔略有胆识 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 也有非常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论政治见识论军事才能 当时天下汉有敌手 所以他能够创建梁朝 成为一代雄主 但是同样是梁武帝 他的晚年却是非常凄惨的 这么一个不可一世的大英雄 居然是活活的饿死的 让人觉得他的这个死法 跟他早年光辉的形象 非常的不匹配 那么梁武帝他最终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可以分析出很多原因 自自通鉴他关注的是什么 司马光在这个里面 又对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做过了评论 并且把他和梁武帝的失败 联系在一起 公元的545年 这是梁武帝称帝以后的第44年 那么国家经过这么一阶段的治理之后 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当然也还存在很多问题 所以有一位叫贺称的大臣 写了一个咒章 给梁武帝提了几点利监 他认为当前这个国家治理 存在着四种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不良现象 那四个不良现象 首先第一个他认为老百姓的负税负担 过于沉重 而且官吏在征收的过程当中 又横征暴廉 更加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办法在本土安居热业 只能迁徙流亡 这是第一个不好的现象 第二个现象 非常关键 贺称他指出 他说贵族们和官僚们的生活啊 太奢侈淫秘了 而且相互之间 竞相增夸富豪 要攀比 攀比谁更奢侈 更淫秘 这个不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而且成为官员们横征暴廉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 他们需要大量的财富来支撑他们奢侈的生活啊 贺称啊 形容当时官员们在宴会时候的这种奢侈浪费的情形啊 他说 鸡果如丘陵 烈瑶 铜乙秀 露台之惨 不周一宴之资 而宾祖之间 财取满富 未及下堂 以铜秀福 每次宴会 陈列大量的美食佳肴 整个价值 甚至可以说是 一次宴会的费用 会超过 持股中产人家的资产 这个价值自大可想而至 但是每个人自己就只有一个肚子啊 你能吃东西能吃多少呢 啊 所以 这样的铺赃浪费 他必然造成大量的食物腐坏 大量的浪费 那么除了吃之外 啊 很多官僚还要续养妓女 啊 续养义夫 这都得花钱呢 钱从哪儿来 啊 没地方来就只能从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殓上来 所以贺称 他跟梁武帝说啊 应该倡导节俭 不仅仅是为了扭转社会风气 也是为了堵塞官员横征暴殓的源头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贺称认为梁武帝 用了一些不识治国大体的小人 啊 这些人不识大体 但是呢 只懂得五文弄墨 啊 只懂得催毛求刺 而且仗着梁武帝对他们的信任 作为作福 追逐权势 啊 用了这么一批人 第四点 客称认为 老百姓的负担已经非常沉重了 啊 而政府国家呢 又不停的在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啊 比如修建楼堂管所啊 修建各种各样的官府崖地 还有呢 制造兵器 制造礼器 这都是加重老百姓负担的事情 特声建议梁武帝 能审则审 能停则停 给老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才是一个国家富强图远的根本之策 我们来看贺称提的这四点意见 应该说提的是非常好的 其中他提到要遏制官员贪腐的现象 要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样的建议不仅仅在当时是有价值的 他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 所以司马光要把这些东西写到自治通鉴里面 让后世的帝王都来学习 那么作为一个君主来说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意见 你应该好好地反思 好好地虚心接纳 但是梁武帝 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大怒 听到这意见之后非常愤怒 然后他对这个贺称展开一种反批评 他指责贺称 说你说话遮遮掩掩没有确止 为什么叫说他是遮遮掩掩 他说你说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很多贪暴 很多贪婪的官吏 那你给我开一封具体的名单上来 你说说哪些人是贪暴的 是贪残的 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你给我一张名单 我来处罚 你为什么没有啊 然后第二点 这个贺称说国家这个行为太多了 修建楼堂管所 事情太多了 那么贺称你倒说说看 哪些事情是可以省的 哪些事情是可以停的 你说出来我马上停 梁武帝尤其愤怒的 尤其生气的 是贺称对于 侧耻淫靡这种社会风气的一种批评 对于这样的一个意见 梁武帝感到尤其的愤怒 为什么 因为梁武帝他怀疑克称讲这个是针对他本人的 为了为自己辩护 梁武帝举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说明自己的生活不奢华 非常节俭 举什么例子呢 第一个例子 梁武帝说自己绝房事三十余年 自己三十多年没过过性生活了 然后呢平时居住也就是一张床 没有什么奢华的装饰 第二点 梁武帝说我平时啊 不仅是吃素 而且每天只吃一顿 以前做将军打仗的时候 这个腰围十尺 现在只受到剩二十了 旧带犹存 非为妄说 以前的这个腰带啊 十尺腰围的这个腰带还在 那你们要不信 你们拿去看看 至于说啊 你说士大夫家里非常的奢侈 非常的淫秘 那我也不能一家一家挨家挨户去查去收啊 对不对 我们来分析一下 梁武帝对待意见的这个态度 对待贺诚所提的这个意见的态度 我们从贺诚所提的这个意见来看 应该说他这个提议的路子是非常正的 也没有什么刺耳的语言 也没有什么阴阳怪气的态度 讲的都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大道理 而且他提这个意见的目的也是为这个国家好啊 但是梁武帝却指责他 说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有那么多官员贪腐 你却没有拟出一封具体的名单 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具体的人 你说是谁贪腐 这变成什么 贺诚他不是写实名举报信啊 他从一个高屋建领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问题 我们应该引起深刻的警惕 应该好好的反思 这是给国家提一个大方向 至于说你具体的应该如何去制定纲领 如何落实 应该由朝廷组织 有具体的这个有关部门去负责 你不能让一个提意见的大臣 一个从宏观层面来提意见 给国家这个大政方针提意见的这个大臣 他的这个这个奏章变成一封实名举报信 这不对啊 梁武帝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更加糟糕的是他对待 特撑提意见 对待意见的这种态度 一人一有人提意见 就波然大怒 如果说作为一个帝王 你连这一点心胸都没有 这个治理国家的成效是可想而至的 作为一个帝王 你碰到有提意见的人 哪怕这个意见提的不对 或者提意见的人有所偏激 你也应该敞开胸怀跟他去沟通 而不是说把这个提意见的门给你堵住 司马光啊 在自治通鉴里面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评论 这个评论当中的第一句话 可以说就是给后世那些不愿意听意见的皇帝当头一报 这第一句话怎么讲 他说梁高祖之不宗也 一再 这里的梁高祖指的就是这个梁武帝 同一个人 我前面说梁武帝他怎么死的 这么一个大英雄最后居然是活活饿死的 司马光说 梁武帝这个人不得令宗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啊讲得难听一点叫做不得好死 他是有道理的 遗灾 他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 司马光接着说 他说梁武帝这个人啊 自以苏时之简为圣德 日则之勤为智智 君道以备无腹可加 由是坚定居前而不见 大谋颠错而不知 梁武帝认为 作为一个皇帝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认为自己平时比较节俭 吃点素食 这就是一个皇帝最重要的品德了 做到这一点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品德已经具备了 沾沾自诩这点小散 对于大的事情 别人给他提这个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意见的时候 他反而听不进去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 发生严重的偏差 严重的错误 而没有觉察 最后生死郭灭为千古一笑 所以你看司马光他是把梁武帝最后的失败 和什么联系起来 和梁武帝不愿意听别人意见 直接联系起来 心胸狭隘 拒绝别人提意见 尤其可笑的是 把自己三十多年不过性生活拿出来作为拒绝的一个理由 非常滑稽 非常荒唐 在司马光看来 皇帝这样一个角色 他虽然是处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面 但是皇帝作为一个人 他也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 是有缺点的 是会做错事情的 是会犯错误的 也会有余暗的一面 那么你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 你的很多行为 关乎到这一个国家的行衰成败 关乎到所有老百姓的幸福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尽量的打开耳朵 敞开胸怀 跟你身边的睿智之士 跟这些大臣们尽量的沟通 去吸取别人的意见 减少这种错误 纠正这种偏差 这是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 所以我们看整部自治通鉴当中 对于皇帝 应该如何去听别人提意见 如何去采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以及如何对待那些 看上去是不太正确的意见 自治通鉴都是花了浓墨 重彩来描述 来研究 对于那些敢于直言尽见的大臣 自治通鉴都是给予非常高度的表彰 这是自治通鉴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春秋时期的静火 实力最为强大的智氏家族 竟然败给了相对弱小的魏照寒三峡 敬请关注江鹏品读 资质通鉴之 用人有学问 我们纵观梁武帝的一生 可以说还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事情的 比如他即位之初的勤政 广泛的纳建 他的节俭等等 可是这一切在司马光看来都无关紧要 司马光的关注点在于他为什么最后会失败 通过总结梁武帝失败的教训 以编后世之人能够引以为戒 可以说这也是司马光编写资质通鉴的初衷 他就是为了警示后人 也正因此 资质通鉴才成为了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 和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著作 请继续收看 江鹏品读资质通鉴之 司马光的另类史记 那么我们看我们前面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开国皇帝转型成功的 刘秀 司马光认为他转型成功的关键是在于重视教化 重视道德 一个是开国皇帝转型为治国皇帝转型失败的梁武帝 他的关键在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那么这两个例子跟整部资质通鉴比起来 当然只是九牛一毛 资质通鉴里面这个内容应该是更为丰富的 也是更为深刻的 就像宋莫原初有一位研究资质通鉴的非常著名的学者 叫胡三行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读者如印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他把资质通鉴比作是奔腾不息的黄河大浆 当然这个里面水量是非常充足的 资质通鉴里面的知识量也是像黄河大浆一样 非常的充足 那么这个读者呢 这个读者啊就像渴了的小老鼠 你就吸那么一两口你就足够了 就非常充足了 他打了这么一个比方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皇帝了 也没有士大夫了 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 社会的管理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对于今天来说 资质通鉴有没有价值 仍然是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 抽意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 你这个管理国家 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 可以总结出很多永恒不变的价值和教训 我们抛开这个帝王啊 或者是士大夫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不讲 我们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 都会碰到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 从你做好这样工作和跟人处理好人籍关系 等等各个方面来说 都是需要智慧 所以在这个资质通鉴 它同样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 你提高你管理能力 提高你这个处事智慧 这样的一个营养 那么社会上有很多人 他们呢 知道资质通鉴这样一部书 是以培养帝王为目的的 司马光写这部书的时候 但是呢又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过它 想当然的认为 一部以培养帝王为目的的书籍 历史书籍 它必然就是一部阴谋书 里面充满了阴谋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资质通鉴 它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是一部政治教科书 但是绝不是一部阴谋教科书 资质通鉴里面 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着 这个一个皇帝应该如何 扮演好他的角色 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这里面隐藏着司马光 非常深刻的治国理念 至于这个具体的内容 请下一段